本地的一个单车推广组织 于8月份展开了一个名为Bike to Shop的活动 以鼓励市民踩单车去进行购物 体验过程的便利和乐趣 而今晚的消费点滴 我们就请来专家 和我们讲解一下这种消费概念 同时去探讨要投资多少在单车上 才可以实践到这种生活模式 碧斯省的夏日风和日丽 是踩单车的理想季节 可以想象好像电影般的场景 女主角踩着单车 配上男性载着发色长条面包 传说于临任大道的自由和浪漫 有本地单车推广组织就鼓励民众 尝试在8月份踩单车去购物 对个人和社区经济都有好处 推动这个活动的项目经理 Lisa Story就指出 踩单车购物的新手 最好在每次出门之前 规划好路线 善用该社区组织提供的资料 而为了鼓励民众参与 黑单车组织会提供解决单车被偷 和再密负重踩单车的方法 目前在大温有五个社区参与这行活动 包括温哥华和列治民 而Lisa指出 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踩单车购物 即使总消费额度不变 亦都可以改变开车代步 和每个星期一次大额消费的习惯 有社区单车店就建议在出发购物之前 为单车安装傻需配备 除了行车时的安全设备 还有载物的傻需配件 所以你能够购买一个非常贵的 使用的车购物 100-200元 把车购买成为购物购买 这可能可以为你 即使你普通的车购买 没有正确的购买 但跟车购买的车购买 我们在这里卖用的车购买 我们有各种箱子 可以找到一个车购买的车购买 你能够找到一个车购买的车购买 社区单车店经理Lane Hugus也指出 购物载购买和后轮两侧的载物袋价格 由50元到500元不等 但在二手店只需要20-30元 可以在店员的口头指导下 自己动手安装 如果民众使用电动单车购买 更加需要配备好单车锁 若然加置一个拖架 更加能够扩大购买的分量和距离 发挥踩单车购买的优势 以及享受各种乐趣 好了今晚的消费点滴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到